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科技大學電子系的林元祥老師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第七個單元 8051的非同步 串列通訊介面 那我們看一下這一個方塊圖 這是一個之前講過的一個生理與活動監控裝置 那它主要如果說這個裝置要把資料傳到手機端的話 那它就要透過它的這個UART 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非同步串列通訊介面 那它會連接到一個無線的傳輸模組 例如一個藍牙的模組 那它就可以把資料傳到手機端 所以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重點就是這個串列通訊介面的部分 那我們先看一下今天要這個單元要介紹的一個大綱 那我們會先介紹串列通訊的一些基礎的介紹 然後會介紹什麼是非同步的串列通訊 那再來我們會介紹8051的串列通訊介面 還有它的一些串列通訊介面的一些暫存器 那再來我們會介紹這個串列鋪的一個程式設計 包含傳送的程式跟接收的程式 那最後我們會有兩個範例 第一個範例會介紹怎麼從8051傳送資料到PC端 然後第二個範例我們會介紹怎麼從8051端去接收一筆從PC端傳來的資料 那最後是參考文獻的部分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部分 那串列跟並列傳輸的資料部分呢 我們從下面這個方塊圖我們可以來看到 那右邊這個的話我們如果說有兩個裝置 從一個發送端傳送到接收端 如果說一次是傳多個bit 在這個例子裡面是一次傳一個byte的資料 也就是一次傳8個bit 那它就需要有8條線 當然還包括一個參考點 那除了參考點以外 這個D0到D7 這需要有8條線去做傳輸 所以它一次是就直接把D0到D7 8個bit的資料一起傳過去 那像左邊這一部分的話呢 它就是一個串列傳輸的方式 那它基本上就是只有一條傳輸線 所以它的剛剛的D0到D7呢 它必須要一個bit一個bit的傳過去 所以並列傳輸的話就是它一次可以傳送多個bit的資料 那串列傳輸在這邊就是一次可以傳送一個bit的資料 所以並列傳輸需要比較多的一個資料線 那串列傳輸這邊就只需要一條資料線 可以一個bit一個bit的把資料傳過去 那在這邊的話我們再介紹幾個傳輸的方式 那在第一個是單攻的部分 那單攻的意思就是說我們如果從左邊要把資料傳到右邊 那它可能只能一個方向 就是從發送端傳到接收端 那它沒有辦法把資料從右邊傳到左邊 然後第二部分就半雙攻的部分 那半雙攻的話基本上它左邊右邊都有一個傳送器跟接收器 但是它同一個時間呢 譬如說我們只能從左邊傳到右邊 或是從右邊傳到左邊 它沒有辦法同時間傳送 那就是同一個時間只能左邊到右邊或是從右邊傳到左邊 那第三個部分是全雙攻的部分 那全雙攻就是我們左右邊兩個都有 各有一個傳送器跟接收器 那它基本上它是有兩條線 所以它其實可以同時把資料傳到 從左邊傳到右邊 也可以從右邊傳到左邊 它是可以同時傳送跟接收 那我們的串列資料傳輸部分 我們基本上可以分成非同步的傳送方式跟同步的傳送方式 那在非同步傳送裡面呢 它是一次傳送一個byte 所以它是屬於自圓導向的一種資料傳輸方式 那在同步的傳送方式呢 它一次是傳送一個資料的區塊 所以它是屬於區塊導向的資料傳輸方式 那我們來看框架 所以在我們先介紹這個非同步串列通訊的部分 那非同步的串列通訊裡面 我們很重要的就是一個框架的部分 那這個是指說在我們做非同步的資料傳輸裡面呢 如果我們要傳送一個字元 那它其實是會被放在一個開始位元跟結束位元的中間 所以它就是利用一個開始位元跟結束位元把我們要傳的資料 把我們要傳的資料包在中間 那看下面這一張圖 就是中間的這個八個bit 就是我們要傳的 真正的要傳的資料 那它基本上會先傳一個開始的位元 然後再傳送完八筆資料之後 再傳一個結束的位元 所以我們的資料是被包在一個開始跟結束的位元中間 那我們舉這個例子 假設我們有一個ASCII的A的一個字元 那它的ASCII的碼就是41H 那我們要傳送這樣的一個八個位元的資料 我們總共需要傳送十個位元 就包含一個開始位元跟一個結束位元 那下面這一張圖 我們在一開始 從Mark的Label 我們要開始傳資料 要怎麼通知對方 現在要開始傳 就是要先傳一個start的bit 所以我們start的bit是從high變成low的這個訊號 我們就是給它一個起始位元 然後再來我們就會從D0開始傳 從它的八個bit的LSB開始傳 所以D0 然後再來D1、D2、D3、D4、D5、D6、D7 然後傳完之後 再傳一個start的bit 所以我們要傳一個八位元的資料 總共需要十個位元 那我們看一下資料傳輸的一個速率 那在串列通訊裡面 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協定 就是我們的資料傳輸的速度 那資料傳輸的速率 我們可以把它看成就是 每秒傳送幾筆資料 所以它可以用VPS來表示 那另外一個表示速率的方式是用Bow Rate 這個也是傳輸 速度的一個表示的單位 那我們可以從下面這個bit來看 所以它每一個bit傳送的時間 其實就是它的Bow Rate的導數 比如說9600 Bow Rate如果是9600 就是代表1秒 傳送9600個bit 那這一個bit的時間間隔 就是9600分之1秒 那再來我們介紹一個協定 叫RS232 那RS232其實是在 以前做控制蠻常用的一個協定 但是在我們的微控制器端呢 我們在8051這一邊的話 我們邏輯的一個Label呢 是0V到5V 就是我們的High跟Low 是0V到5V 但是在RS232裡面呢 它的傳送的這個資料的一個準位呢 像Mark的Label是-10V Space的Label是-10V 所以在RS232裡面呢 它的這個訊號的傳遞的準位是不一樣的 那這個RS232的標準是從 是由EIA在1960年訂定的 所以它的MarkLabel就是-3V到-25V之間 然後Space的Label就是-3V到-25V之間 那-3V到-3V中間是沒有定義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一般我們如果從那個 RS232的線裡面去量到的訊號 大概就是-10V到-10V之間 那另外呢 我們如果說8051 這個微控制器如果要 接到一個RS232的Cable 那我們就需要一個電壓的轉換器 因為 微控制器端是0-5V 然後RS232是-10V到-10V 所以它需要一個電壓轉換的一個晶片 那一般這個晶片也叫做Light Driver 那如同這邊 MAX232就是一個Light Driver 那左邊就是它內部的一個截角圖 那我們之前呢 在以前的PC可以常看到兩種RS23的接頭 一種是25Pin的接頭 另外一種是9Pin的接頭 那現在是已經比較少看到了 所以在一般如果說我們在兩個裝置中間 我們要做資料的傳送跟接收的話 我們的接法會向右邊這個接的方式 那我們只需要三隻腳 就是TXD、RXD跟Ground 那這三隻腳 用這三隻腳我們就可以做兩個裝置之間的資料的互傳 那注意就是RXD是接到對方的TXD 對方的TXD是接到我們這邊的RXD 那就是要互相交互的連結 那剛剛我們第一部分已經把串列傳輸的一些基礎的介紹 已經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包含就是什麼叫做非同步的串列傳輸 那接下來我們第二部分會開始介紹8051的串列傳輸的一個介面